各位投资者,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早报 今天是2022年的6月2日 我是今日的主播Rubin 油价上涨因上海截止封锁 以及欧盟对额禁令 油价株三上涨 此前,欧盟领导人同意分阶段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同时,中国结束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上海的封锁 这可能会提振本已紧张的市场需求 截至收稿前 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益每桶114.64美元 涨0.6% 美国WTI原油期货收益每桶113.48美元 涨1.04% 美股三大股指下跌 美联储启动缩表 美股周三下跌 美联储缩表正式启动 计划本月缩减300亿美债以及175亿机构的MBS 标普500指数跌0.7%至4101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0.5%至32813点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0.7%至11994点 标普500成分股中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SaaS公司Salesforce涨9.8% 能源科技公司BKR涨3.9% 硬件公司惠普涨3.8% 跌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化工商ALB跌7.7% 评级公司目的跌6.3% 以及化肥公司MOSA跌6%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 在三周的缓和后继续上升 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 周一触及5.36% 周二再次上涨至5.47% 全球市场的剧烈波动 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接近3% 抵押贷款利率的走势 大致跟随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战部报级的市场快讯 META首席运营干 Shirley Sandberg辞职 Shirley被称为META的第一夫人 也是Zuckberg身后的二把手 从2008年起就加入公司 她将继续保留其董事会的席位 继任者为公司的首席发展官 Jeff Oliver Oliver 通用汽车大幅削减雪佛兰报电动汽车的价格 尽管成本不断上涨 通用汽车公司周三大幅下调了 其2023款雪佛兰BOTEV的价格 使其成为美国销售的最便宜的电动汽车 该款电动汽车起价降至26,595美元 比2022年的车型降低了5,900美元 澳洲财政部长称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澳大利亚财长Jim Chavos称经济数据表明 澳洲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第一季度澳洲GDP增长0.8% 商品和服务产量增长3.3% Canva的投资者大幅减值其持股 去年12月 富兰克林邓普的增长基金 市资2019万美元 收购了Canva的少量股权 但在今年截止4月30日的投资组合声明中 该基金现在估计其持股价值仅为840万美元 下跌了58.5% 就我们看一下大东商品价格 美容WTI收于113.48美元 涨1.01% 天然气收于8.745美元 涨7.5% 核原料648.5美元涨1.25% 煤炭412美元跌3.51% 黄金1846.84美元涨0.53% 铜4.325美元涨0.7% 铁矿石135.34美元涨0.24% 以下是金融新闻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加热长青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